即便日前开放便利超商贩售快筛剂 桃园复兴区高益三光及华林三个里 因为距离偏远 这项医疗资源对居民而言仍是难以取得 但是从我们这边的距离到那边26公里 那从部落人还甚至要达到30几公里或40几公里 即便能够去那边排 那前站的人就很多 搭个公车到山下买快筛剂 就要一到两个钟头 万一真的确诊也不知道跟几个人接触过了 另外在外地工作就学的孩子 在没有确定自己快筛阴性之前 连部落都不敢回 尤其现在是妈妈淘彩收集水蜜桃套袋的农忙期 农务工作让在部落的长辈大喊吃不消 因为孩子在外面工作 因为孩子在外面读书 而被确诊 然后他假日回来想帮个忙 造成了这个家庭 他没有办法全部都不能出门 然后因为快筛四季 本来就没有准备的情况下 那个感觉 其实农民就是担心 一旦有人确诊 全家都会遭受匡列隔离 然而正处农忙时期 这一整片果园 将会有好几天没有人管理 农民一年的心血 恐怕就会这样白白损失 因为水蜜桃它不会停在那里等你隔离好了才熟 它每天每天都会慢慢熟成 所以你每天你没有来采它就是会落果 快筛季尤其对农民是一个可以及早预防病毒入侵的判别工具 三光里长就呼吁 希望复兴山区三个里能有一处筛检站 避免居民舟车劳顿 也让没有交通工具的居民能就近取得资源 原始新闻 RX许家荣 桃园复兴采访报导